各位投资朋友晚上好 台北股市在周五呈现大涨 不过美国股市跟台子期的夜盘 在周五的一个晚上 反而是呈现下跌的 那我在周四跟投资朋友做个分享 说在周五的大涨 我们还是建议投资朋友逢高去做一个解码 那最新的一个行情的相关看法 我们今天的节目 一样用相关数据来跟大家做补充 请一定要锁定我今天的节目 好的各位线上的投资朋友晚上好 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先上这个警语 好那在这个周五的台北股市大涨 来到月线这个位置 那不过在周五晚上的一个 台子期的一个夜盘呢 大家可以看到说台子期的夜盘 反而是大概跌了200多点 那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呢 跟美国的纳斯达克的一个走势呢 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这个行情看法 我们还是跟投资朋友做补充 因为我想我在周四的一个直播 都讲的蛮清楚的 来 那周五大涨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卖点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一聊说 为什么我认为说 电子类股的转弱对于台股很重要 相关的细部原因数据面 我待会跟大家做分享 那这个在周四证交所公告说 这个台股的一个当冲比重突破了五成 在周五的一个数据 其实还是也接近五成左右 那现在大家都已经是居家办公 然后老师在家里也是一个居家办公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这个居家办公之后 反而当冲比重是做一个升高的 那预期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是不是会非常的不错 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做补充 那六月份很有可能就会做这个缩减购在这个QE的部分 好 那来跟大家讲一下 一开始先跟大家针对这个问题做回答 那因为有这个网友来我们的频道留言说 这个我们公司有去买这个YouTube的广告 那我们这广告是设定一个可略过的串流广告 就是大家可能看影音的一个前面都有个五秒之后可以略过 那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 这广告的部分我们是刊登可略过的广告 但是呢因为有网友反映说他没办法去点那个略过 他就变成是要看完 那这个我们就先把这个广告的部分先做暂停 那相关原因我们可能会跟Google的YouTube去做一个询问 所以呢跟大家特别澄清一下 我们刊登这个广告都是可略过的 那为什么不可以略过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跟大家特别的说明 那第一次看这个志盈老师节目的投资朋友 跟大家特别简单讲一下 我们影音会分成上下两半部 那上半部老师会比较专注在讲解这个影音的内容 包括我们投雇一些实战的一个操作的部分 那这个下半段我们会有针对网友在聊天室 所提问的一个内容的问题 我们会随居读取十位的一个投资朋友的 个股去做回答 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使用这个聊天室一定要到我们的频道 那老师的节目一样会在Podcast的相关平台做播出 你也可以透过一下APP 搜寻老师的节目 然后订阅跟关注 那这个上半部的影音呢 我们会用录影的方式在中天跟运通做播出 所以如果说你是这两个频道的观众 你想要参与我们的直播的话呢 在246晚上7点半我们会做开播 那只有在老师的频道可以使用这个聊天室提问个股 所以你在YouTube搜寻前进大趋势或找到陈志玲分析师 找到频道之后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的影音呢在隔天中午之前会更新这个节目重点的一个时间轴 那包括后面网友提问个股的部分 我们都有去做一个整理 所以呢帮老师分享影片 或许你的朋友也有这些个股的问题 那我们都可以协助到你的一个亲友 那手机观看的使用小技巧呢 你先把手机打直打叉叉 聊天室这个地方打叉叉 那先按赞跟分享影片 那如果你有关聊天室的话 手机打横看会比较清楚 那如果你要提问个股的话 手机再打直 点选聊天室就可以做一个提问的部分 好那来到这个画面呢 也跟线上的粉丝们打声招呼 这个假日时间呢 我想这个大家都待在家里蛮无聊的 好那其实老师这周的看法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大概轻松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行情 那用一些数据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看法 所以线上这些好朋友像Jessica靖芳啊 或者是QQF游士的这些罗伯特 这些好朋友好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好 那我把这段话丢到聊天室去好 那线上的投资朋友 你就可以开始提问个股 那如果你要询问个股的话 记得按照这个格式 就是询问中文数字中文 询问加四个股票数字的代号 就是股票的代号 然后打上中文成本几元打上去 只有这个格式 就是我们的一个电脑才会去做一个读取哦 好我先把这个开启一下 好 所以一定要照这个格式去打好 询不要打错 代号也不要打错 那一定要打成本 没有成本是不会做一个搜寻的哦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 简单跟大家聊一聊了 因为其实呢老师看了 整天的一个资料 不管是新闻也好 或者是个股也好 其实我真的找不到什么亮点 也找不到一个明显的趋势 那老师的节目叫做前进大趋势 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希望是带大家去做一个趋势 那当然我周四的直播 已经跟大家讲了 这个行情 有很多的变数 然后也是比较混沌不明的 所以我是建议投资朋友 就是在这个有拉高的话 我都是建议你把现金部位拉高 你把资金的比重做奖励 因为这个混沌不明的行情呢 其实你去做太多的进出 其实真的是会消耗资金 那我们竟然是要跟大家讲趋势 可是我现在目前看到 不管是产业方面 或者是个股的一个走势方面 我觉得真的是蛮少的 那我们有去找到一档股票 领先过高的股票 所以这个时候 还是静下来好好去找一些股票 那这档股票 我会把它放在会员专区 所以会员朋友你就去 到时候明天去看会员专区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行情的一些变数呢 我们提到6月份可能 QE的部分会紧缩 来跟大家特别补充 周四的节目 我们提到电子股也要太多留强 然后传产类股可能会面临到考验 那我周四都讲蛮清楚的 传产类股强就强在钢铁跟航运 不过他们即将面临到大量区的部分 所以这个股票的话呢 你要去做强势股短线 我觉得OK 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讲这个要再走很长一段趋势的话呢 还是重点是整个大格局 整个大格局的环境结构要有力 你去做的胜算才会高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做短线的话呢 你看到周五的传产股继续强 你可能会认为说 老师跟你讲的可能害你没赚到这个短线的钱 那如果你是短线思维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就不需要看我的节目 因为老师的节目就是叫做前进大趋势 我们看的就是一个趋势 那我想我的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开播四五年来 其实我们都跟大家讲就是一个趋势嘛 那这个趋势的部分的细节内容 我待会会陆续跟大家讲 为什么在这里我会建议你去拉高现金比重 所以呢在周五的大涨 我们提到我们会员有去做一些私贫类股 抗通膨一些股票 所以在周五的开盘 我也是先请会员朋友把1702的南桥 先去做获利了齐的动作 这是周五的一个操作动作 那我们看一下新的一个 呃周五晚上的一个行情的走势 来我先看一下 我先喝一下水 不好意思 现在好像有脸开始烧声了啦 声音越来越比就没有声音 好 这个是周五的台起台子期的走势 那右边这个是纳斯达克 我周四的直播有讲到 纳斯达克重点是这个上升趋势线 好 那刚好在这个周三这里点到之后 拉上引线拉上来 然后到月线在这附近 又作为一个收黑 那你看到左边这个是台子期的走势 那其实如果说你有稍微了解过 老师教大家的惯性原则的技术分析 那大家其实也会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破底之后 这个高点没有过 然后在这里往下破 弹上来这高点没有过之前 包括你看到这个纳斯达克 他的最近的一个修正走势呢 其实他也是一波比一波低 所以其实像这种惯性的状况之下 拉高上来 本来就是建议去做解码的 这是从整个指数的角度来跟大家讲 那个股的角度 我待会来跟大家做补充 好 那我今天就给投资朋友特别的一个 一个就是想法 那如果说是会员以前上过教育训练课程的 就会知道说我们在讲这个台股结构的问题 那为什么现在的一个行情呢 我们会稍微看的比较谨慎一点 因为台湾不是一个 台湾是一个外销为主的国家 那就是我们的科技类股的出口是 是台湾最主要的一个GDP贡献的来源 所以呢其实疫情的升温对于内需市场来讲的话 台湾受到影响的一个GDP冲击程度是比较小的 那最主要我们都是外销 那外销其实都是以科技类股的产品为主 所以呢这个图表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台湾的电子类股的比重 这个是从证交所去抓的资料 从我们大盘里面的一个类股的一个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像半导体的比重占40% 金融的比重大概占10%左右 那这边是电子零储件 包括周边设备其他的电子类股 那包括像通信啊光电 其他的这些的%你把它加起来 那就是电子类股大概比重大概是65% 那最近非常强势的看像这个航运跟钢铁的部分 其实加总起来占大盘不到5% 5%的比重不到 所以其实其他大概就是船长 所以你可以去简单的数学去算一下 电子的比重大概65% 那再加10%就是金融 那其他25%是船长 所以其实最近的行情强势强在船长跟金融 所以你会看到说 整个大盘的一个内容来看的话 并不是这么的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是电子股的大盘 既然电子股占的比重约65% 那电子股的大盘在这个地方 4月29号创高之后往下破线 弹上来到这个颈线的位置 所以我周四跟大家讲 如果行情有上去 我都还是建议投资朋友 你要站在卖方电子股去太罗流强 这个是前面的这个节目跟大家讲的 从周二周四 我们都跟大家讲 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破线 我们建议投资朋友要减码 在这一个礼拜的反弹 我都还是建议大家去做减码 因为电子类股还是台湾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 所以其实整个电子类股转弱的话 这行情相对上 整个看法上面你要稍微谨慎一点 但是我们还没有说到要完全看空 原因是QE的部分 我待会后段来跟大家补充 所以电子类股我建议太多流强 传产类股可能会面临到一些考验 所以这个是周四直播跟大家讲的 好 那这个行情我觉得不确定因素的原因 在于周一跟大家讲的就是 很多人都提到疫情的部分 我认为疫情其实已经有疫苗了 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影响因素 那重点就是说缺水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最近跟大家谈缺水的问题 新竹可能六月份开始要停五公二 那最近的一个气象的一个新闻 我们都在做追踪 就是提到在五月底下一周 可能会有一波美雨的一个封面进来 那当然我们要去观察这个下雨的一个雨量 到底是多少 那目前来看的话 不管是新竹或者是桃园的部分 目前可能都要去做一个 这个减工的一个状况 所以水情的部分相对上是 比较没有办法说用什么方法去做解决 因为这完全是看老天爷要不要下雨 好 那电力的问题呢 电力的部分在这个核能厂 这个一号机又再度的开启 然后让这个电力的部分 贝载的电力有再往上走 所以这个电力的部分暂时性不是这么大的问题 那重点就是在于水的部分 所以水的部分是 目前我觉得台北股市后面一个比较重大的因素 万一如果说真的是开始影响到工业用水的话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会真正影响到 我们的电子股的一些生产跟这个出货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5月18号的周二 我还是跟大家讲到就是说 这个台北股市创了最大涨点 我还是提醒大家要太弱留强了 那其实我们不是说跌下来跟你说 看衰这个行情 因为我们在开红盘的时候 透过数据来跟大家讲有行情 所以在关键转折点 我们还是透过数据来跟大家讲 那到了4月份 我提到说在这里指数往上走的过程当中 可是在我们系统上面符合 这个多头架构的股票的数量是越来越少 那一般来讲 依照这个背离的经验 就是跟大家讲 这行情容易做一个修正的整理 所以呢 其实我们4月份 从4月10号 20号陆续 包括24号都跟大家持续性讲 建议先去做减码的动作 所以这行情 我们的节目的特色就是跟大家讲 这行情的一个 是不是一个非常适合操作的时机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跟大家讲先去做减码 那包括这个结构有套牢 我都有明白了跟大家讲 所以当然透过这些数据来跟大家分享 好那这个是在5月初跟大家讲的 就5月中旬之前操作上可能稍微谨慎一点 因为不确定的因素相对上蛮多的 那当时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提到说 会不会社区感染要观察到5月中吗 那到现在其实已经是不用确认了 因为已经是确定是社区感染 所以5月初在这里我跟大家讲 我们已经AI的会员做空手 那大部分的会员 我们有做大幅度一个减码的动作 那这个电子类股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影响 我提到就是在4月10号告诉大家 晶片缺货造成电子股出货的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从4月中旬开始跟大家提醒这个行情 那行情叠下来之后 外资才开始做一个降频的动作 那这个降频的话呢 我提到说这个降频下去 如果电子股再往下跌的话 其实还是要找买点的 所以在这个时机点 比就混沌不明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先不要这么积极的去乱码 但是呢 后面会不会有去做一个整理 我们还是在观察当中的 那包括融丝的问题 那待会也跟大家做更新 这从1月份 包括每个月份 我都透过数据跟大家提醒 不要用融丝杠杆 那相关原因其实我讲很清楚 就是交易制度的问题 所以呢 到现在我还是跟大家讲 不要做杠杆操作 5月18号的这个周二 我还是提醒大家 以目前的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说空投股票数量还是明显 比多投股票数量多 所以在这种状况的一个结构之下呢 我提醒大家 你还是不要用融丝去做操作 会比较好 那这段行情最主要是因为疫情去触发 电子股的一个融丝的一个停损 所以呢到现在的一个 这个疫情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还是非常的多 这是最新整理的这个台湾本土病例的状况 那我想这个疫情中心所今天还特别的去效证 这个回归的数量 所以呢这个效证之后的病例数反而是 比较明显性的比较多了 那当然这个数字的话其实到 未来一段时间 它应该都还是会相对上 维持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病毒听说是空气传播了感染 就是说就算你说你戴口罩 假设有稍微一点空隙的话 还是很有可能感染的 所以呢我在这个上一周的节目跟大家讲到说 因为发生了一个主要的重心在双北地区 就是新北市跟台北市 那这两个是人口密集最多的地方 所以我对于这个疫情的后面的这个感染人数 是相对上是跟大家讲 是比就不容易这么快得到控制的 因为人数毕竟多感染力又比较强 那今天最新的新闻提到台积电的 有一名的员工已经有这个染疫的现象 所以当然后礼拜一的电子类股 我们还是要去做点观察 好那跟大家补充一下 目前的这个数据的看法 到目前来看的话呢 我前面有跟大家讲到说 就是电子类股的部分 从我们的这个结构数据来看的话呢 我们统计上市贵大概1500多档的股票 好那这个行情到现在来看的话呢 你可以看得到说上市的部分 大概是有400多家的股票是比较偏空的 OTC大概也是400多家 偏多股票的数量大概只有90几家 OTC大概只有50几家 那尤其在电子类股的部分 包括像传产的部分 从这个数字你就可以明显看得到 就是说在我们的系统上面的架构 我们从月线周线日线的一个分析的角度去看的话呢 空头股票数量比较多 所以在这个结构状况之下呢 即便这个涨上来 我还是跟大家讲 这个整个结构来看的话呢 相对上比就没有这么好 没有这么健康 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 提醒大家不要用融资操作 真的不要用融资操作 好那可以看一下最新的融资的数据 这个是OTC的融资数据 我先放一下这个 我看一下这个简报笔好了 比较清楚 来 这个是OTC的融资数据 在这里的融资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整理的幅度 其实比上市还要减少很多 那这个上哪地方 这三天的融资OTC增加是一点点 那目前的维持率大概在这个周五的部分 重回到160 那这个行情的部分的话 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就是 不管是上市 上市目前来到168 如果你有在用融资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会知道 当你用融资买档股票进去 在你成本附近的一个维持率就是168 那这个数据会上升的原因 是因为融资有做增加 就是当你维持率不足 假设你又在融资进去买的话 你的维持率会上升 所以最近的一个行情的在这里上来 其实融资又再度的回头 尤其在周五 融资又增加了三十几亿元 好 那接下来的行情就是 我们要去注意就是说 这个行情整理到什么时候 我们要去注意就是后面会不会再跌 就是要看这个维持率 如果维持率又再掉到160以下的话 那你还是要很小心 所以在这里我就先提醒投资朋友 你先不要用融资操作 还有有些股票的融资使用率 如果真的是比较高的话 你也要特别谨慎小心 因为那些股票会莫名其妙的往下跌 因为在砍融资的时候 其他维持率高的 其他使用率高的股票 相对上很有可能会 被其他的部位停损的时候 一起去砍出去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个环境的部分 我们还是提醒投资朋友 结构相对上不好 我刚刚讲过为什么我觉得电子股很重要 就是你看传产内股在抢 可是他们其实 你说要去马上改善这个行情的一个结构 相对上不容易 所以这是我从数据面的角度来跟大家讲 目前的整个数据面的格局看起来 比就没有这么好操作 所以提醒大家 再来就是变数的问题 再来就是当冲了一个问题 我前面提到现在居家办公之后 这当冲比重反而是攀升到五成左右了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进来都是做当冲 所以我其实认为说 在这种结构状况不好的情形之下 那我跟观众朋友讲 第一个融资的维持率 在这个160附近的警戒指 尤其是OTC的 那在这种当冲比重很高的状况之下 你会发现到筹码乱得很快 反而套脑的情形会 更加剧 所以从这些数据面 我是要告诉你是看我节目的观众 就是要告诉大家 在这种状况之下 相对上我觉得 你的交易进场的一个失败率比较高 除非说你就是打算进场是跟着做当冲的 那当然另当别论 那当然我是跟大家讲 我们是做一个趋势嘛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个环境结构 我都讲蛮清楚的 所以在这里我还是提醒投资朋友 你有各个问题你可以来做一个了解 然后我们赖了一个首页会放这个信用筹码相关的名单 好那这些的筹码面如果有相对有问题的股票呢 你至少尽量去做避开 那有高我建议解码的看法还是没有做改变的 所以呢还没有加入我们赖可以做加入 然后或者扫描这个标签 那还没有订阅关注老师频道也可以在YouTube这里点选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要看有分析逻辑能够跟你领先预告节目 那老师频道也是从来不关留言的 好那再来我们最后跟大家讲这个缩减购债 就知道在周四跟大家讲的 这个是5月初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说联准会要在缩减购债之前 从2012年2013年当时的状况去看的话呢 他们会先透过一些放话测试市场 测试市场就是有点像放羊的孩子 就是先跟你讲狼来了 可能测试个几次之后呢 会开始正式去做缩减购债 所以5月初呢其实联准会的一些特定官员 就已经有些放话测试 那当时行情有去做一个整理吗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会测试一段时间 然后后面是确实会去做执行的 那在这个最近的新闻也会议记录的部分也提到 在这个接下来的一个联准会的开会 可能会开始去讨论缩减购债这件事情 所以我在这个周四的直播我有跟大家讲 呃就是说在6月中之前 会比较明显的不确定的因素 那我想我再跟大家再补充一次 第一个就是说我提到了一个 台股现在的一个内容的结构 如同我前面跟大家讲的 包括融资的一个状况 看起来都没有办法跟你保证绝对的回稳 再来就是疫情的部分呢 一个因为是在双北的感染 所以呢这个感染的人数跟范围是比较广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变数之一 再来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到这个水的部分 好水情的部分在5月底这个下雨的雨量 是不是能够让水库的部分可以真的能够缓解 再来就是这个 呃我们提到了这个飞农就业 6月初的飞农就业 这个数据如果非常的好的话 那你要特别去注意就是在6月17号 联储会的这个利率决策会议 可能就会有这个市场上的预期 可能会做缩减购债那针对缩减购债这件事情 我想我跟大家做个补充 然后不是说他缩减购债就一定行情要崩盘 并不是这个意思 过去的缩减购债的一个方式都是 像现在是每个月购买1200亿美元的一个债券 那我认为缩减购债他可能从1200降到1000 他还是要放钱 所以呢这个是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这个行情即便这些的数据看起来没有很好 但是我还是没有跟大家讲说你要去放空操作 你要放空操作我觉得不是说不行 就是你可能要短空操作 但是呢如果说在这种QE的环境之下 从过去好几年的案例 我都跟会员朋友讲到说 只要在这种QE的状况之下 先不要去乱放空 因为只要下去因为钱的效应很大 所以他还是会进场去买股票 所以我的结论就跟大家讲到 就说这个是一个预期心理 所以呢在这个周四周五 我跟大家讲 就要说拉上来 我建议你做减码 那行情市场上会有个预期心理就是在这里可能会有做个缩减购债 所以市场上有时候会先反应 有些人可能会先开始去做调节股票卖股票 所以行情可能经过整理到在这附近 假设6月17号 那真的联准会公告 缩减购债了 那这个利空确定出来之后 反而那个时候可能会见到一个相对低点 那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相关数据有真的有一些 有机会的像背离的讯号的时候 那我们再来积极的进场去买股票 所以跟大家讲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建议你的现金部位先拉高 等到有些数据好转 我们再来买 我跟大家补充这个什么数据 因为我今天原本要找一个2018年 那时候的一个图档 就是说当时的台北股市在这个位置 跟大家补充一下 好 之前在这个19年的这个地方 19年在这个地方 这里跌下来之后 在这个位置 指数再往下跌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的一个统计的一个资料呢 我们的这个统计的资料 反而是多方股票数量在往上走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背离 所以如果说后面有出现这个讯号的时候 再来再来积极买股票不迟 所以呢 我跟大家讲到就是说 有四个比就名比就不 不是这么明朗的原因 目前的一个混沌不明的原因 所以在这里到6月6月初的这个地方 尤其到飞龙就业的数据出来的这个地方 那市场上会有个预期心理 可能行情比较偏整理 那从结构面看起来也是相对偏弱的 所以呢 拉高现金比重的看法 这都是跟大家讲的 所以呢 周五大涨来到约线这个地方 以目前电子股的结构 目前当中的一个状况 然后目前台北股市的这个相关的数据 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数据 相对上比较负面状况之下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就是尽量是多观察 然后你的资金比重不要投入太多 如果你是真的可以看盘 你要做点短线交易 目前环境也是比较适合做短线交易的 那大家要去做当冲 其实也不难去猜测到大家的心理 因为在这里大家的心理的状态是 就变数很多嘛 所以大家都不想要留隔夜 所以这当冲的一个状况 才会变得这么严重 所以这个也是市场上相对上 没有信心的原因 所以呢 当然变数多 当冲也多 所以这个操作难度我觉得比较高 所以我跟大家讲 混沌不明的时候 你先减少动作 你的资金的比重稍微拉高一点 那真正后面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股票 比如说我们去找这个领先过高的股票 静下来好好去找股票 所以我今天研究上面 我去找到这个蛮有机会的股票 那这个我就之前我的技术分析的一个分享 有跟大家讲过吗 就是在这个惯性改变之后 领先目前盘势不好 他还可以创新高的股票 那这个就是有具备基本面的股票 所以我们就研究过后 觉得这个股票不错 所以当然下礼拜如果行情跌的话 那这个股票我们也会去注意 是不是一个卡位的机会 所以呢 你要去找这种股票呢 相对上呢 就是要花一点心力的 所以目前结构 我刚跟大家补充了 相对上我觉得 在这里先建议大家多看扫作会比较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相对上我们今年在年初跟大家补充的 就是说 为什么我在4月10号第一场直播 来跟大家讲到说 台北股市的这个股市的问题 我想你在这个假日的新闻 你有看到这个像谢金河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之前的外资的一些机构 都跟你讲到什么 就是告诉你台北股市在接下来很难再创新高了 那这个看法来的话 其实我在4月10号跟大家讲 用台湾重要的股票的一个数据去估 以成长性今年再度去做成长的话 这些重要的股票去推估今年指数的目标 我就提到大概在17000的附近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一个 以数字面他已经先反映了 所以为什么投资朋友你会发现到 在这个今年的一个开红盘之后操作 我跟大家讲的看法是 相对上保守的 因为在今年的第一季 他就已经先指数就先满足到17000的这个点 那GDP在成长 假设在成长的话 我们当时是跟大家补充 在往上成长的话 假设现在GDP成长 人家下修到4%或5% 你17000再往上加 4%到5% 也大概在17800 所以在这个地方空间我觉得很有现状之下 所以我在开红盘一开始给大家计掉 就是说你今年只能够去买重点的产业 还有你要去做一些高出低进 那这个行情不是说 目标到了之后你就真的没有股票可以做 因为目前的这个QE的环境 我还是认为说 在QE的环境之下呢 你真的先不要去乱放空股票 因为在过去这几年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 那目前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股东会的开会也延后 除全息也都延后 所以这个农券强制回补的时间 又再往后拉了 所以这个时间的话呢 你要放空的话 还是要特别去注意后面这个强制回补的问题 好 所以这是今天跟大家做个补充的重点 然后我们提到这个非农就业的数据嘛 在这里的一个 请你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在这个14号的公告的一个数字 是创14个月新低 那最近这一周的一个数字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就业的数据是好转 所以为什么周四的美股会大涨 但是这个大涨上来 也代表这件事情 就是我提到的 6月初的这个非农就业数字 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这个数字如果非常不错的话 那到时候你要特别去注意就是 6月中旬的这个联准会的一个会议 所以这段时间混沌不明 我建议投资朋友有高 你解码股票 资金比重稍微先拉高一下 然后等到在这里 如果行情真的修正到这里 那也确定缩减购债了 那那个地方如果见到一个短线低点 那我们的一个数据 也都开始转向有力的时候 到时候再自己做操作 这是我在上半段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行情的看法 所以呢现在 行情虽然相对上比较不好 那如果你不是做短线的 你是做波段投资的 那我的想法是 你先把你的现金部位稍微拉高一点 先去做观察 那老师这段时间 我们也会好好静下来去找一些股票 然后好好去思考一下接下来的一个操作策略 所以这是今天上半步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那如果你是资金充裕的投资朋友 邀请你可以跟着资金老师一起并肩作战 好 那如果还没加入来可以做加入 那待会如果没有抽奖到你的话呢 可以透过影片下方做填表的方式 在影片下方点标题 下面有这个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 填写清楚 那老师呢 一样还是会通过钱买的一个资料来 协助投资朋友你个股的问题 所以你要把资料写清楚 好 那上半段的节目就先进到这里 来 那提问个股的时间 我们就先到这里这个地方做截止 好 那上半段节目呢 先进到这里 那如果你是运通跟中天的观众 你想看下半段针对个股回答的部分呢 那要到老师的频道 那线上的投资朋友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大概休息一分钟以内的时间 老师马上回来解决您个股的问题 谢谢 稍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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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